各位朋友,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剛才我們看到整個市場這個地方出現了調整 從星期五開始的一個回落之後一直這樣下去 基本上再走多算了,比較符合技術分析 這個位置在10分鐘級別是要走一個N字形結構的 等60分鐘級別在水下的紅柱,MSD紅柱慢慢慢慢走完縮口的過程中才有反彈 所以15分鐘走到這個地方的話,他走完之後兩條K線 這個位置就可能有止跌,或者橫盤的一個過程 這個地方他就已經出現了止跌反彈 其實這個地方我認為,整個市場來說 如果要站得穩,然後向上創新高,或者回到15000點以上 也好,還需要有一定的時間 所以更大的機率應該在這個位置在最近做一個平台之後 明天最上的一個機會是比較大一點的 當然,這種是一個預期 大家不排除,今天可以正式上 所以這個位置我是不擔心他繼續向下跌多少海 這個首先是對於橫盾接觸的一個分析 另一方面的話,就是個股方向 個股方向其實在現時的這個情況下 更多是什麼?更多是一些科技型版法 例如你看中芯國際在這個地方,它就發力了 作為科技股的一個方向 另一方面就是我們提到的一些美股方向為主 其他就是我們防守盛飾的版法為主 所以整個市場來說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在現時的情況下 在現時去進行一些分析 還有現時進行更多的一個選擇 就是如何去更加清晰無料地去找到我們的市場的機會 那麼在現階段來說,版廢性是缺乏的 所以更多我們可能就要在這個地方 就是一些震盪人的走勢為主 所以整個市場呢 就走出我們這種寬福型震盪 清集最寬 所以前一陣子都 Lonnie 我們看到有連續三、四日的一個集幅的空間 在哪裡是在在這樣震盪時胯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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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來 到了星期五 invitalie就要加暇降vin 到今天兩回到將氣壁時攻擊 這也是一種疫苗震盪otion的一個表現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夠 besonders 儘量把自己的股票或是其中市場 以差界形式上一種違法操作 目前就是这样的方向 这种市场应该应对的一个预期